现在在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找到了一个房子 他们也是这个机构的 其实就有点像中国的连租房 就是在真的很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表 对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信息填进去 然后把我们每个月赚多少钱 也告诉他们 然后这个就是多少人 一个人 两个人 然后你看一共一年赚多少 如果是这个一下 就可以申请这个 八万 对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在这个以下 在牧尼黑平均一年十万 赚这么多吗 我们身边认识人 怎么没有赚这么多的 你把这个表贴完之后 他们这个组织就会审核一下 对 他们看我们适不适合他们 如果适合的话 去选某一些人 让他们来看房子 那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好多人抢了 这种市中心的房子 他们有好几个要求 除了那个钱 另外还有别的 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他 比如说那个另外一个要求也是 你真的很需要现在有一个新的房子 我说我们现在当时只是住在父母那儿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房子 你在这儿可以选 你为什么想搬家 所以第一个是住在父母的房子里 发送成功 希望他们会选我们 然后让我们过一段时间去看房 这样就有机会了 今天去看房子 可能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住户要过去是吧 至少一个 希望他们能选我们 你们已经在外面住了好长时间了 不是自己的家特别不方便 我们今天要看那个房子地方挺好的而且挺便宜的 它也挺大的 五十六或者五十八坪我忘了 对 但是德国的房子是没有公餐面积的 对对对 所以五十六我觉得最少应该能是国内七十坪左右吧 嗯对 一个月六百六十欧 八百六 但是那个暖期 水电都包括了 水电什么的都包括了 这个房子的位置就在慕尼黑的中心区域 离大学公园这些东西都很近 嗯对对对 通常来说在这个位置的房子一般没有低于一千欧的 它旁边有一个学校 它旁边有一个小学 我怕 其实它旁边有两个学校 有一个小学和一个坏孩子高中 哎呀不是坏孩子 黑暗输了不是坏孩子 黑暗了不是坏孩子没有坏孩子 就是也许不是特别爱学的 不爱学习的孩子就是坏孩子 不不坏 因为就是这个公司就是慕尼黑那个 政府旗下的一个机构 他们提供这个房子一般只是给你一张这个房子外面的照片 里面的细节他们不会拍 所以现在有点像开盲盒 就是我们要去到那房子里 然后这里还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样 这附近就是大学周边的区域 这个地方穿过去是美术学院 就是我以前上学的地方 这边都是老房子 但是价格相当的贵 比如说这个楼之前非常老 但是他们翻新了一下 里面的公寓大概每一间100多平 价格是200多万欧元 因为二战期间 明天被风炸的差不多了 基本没什么房子 所以这些房子大部分都是在50年代左右盖起来的 虽然很老 但是这些房子从内到外的那种维护是经常性的 所以你进到这个里边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它是很破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一个好处是走路4分钟左右 这就有一个很大的公交站 这种游轨电车 那儿有地铁 从这儿可以去往城市的各个地方 在这边街角有一个亚洲超市 里面应该可以买一些米 油盐酱醋之类的这些东西 左边这个是一个石科中学 你成绩不够好 考不上一个真正的文理中学的时候 你就要去这种学校 上这种学校的话 要再读大学 可能就要再经过比较复杂的一个流程了 几年按着这个石科中学 这边是一个小学 希望这个地方不会太吵 住在学校旁边心里总是有种压力 这算不算是一种创伤综合证啊 现在最后也拍得很明显 因为那边已经有一个女生 估计也许她是给我们看房子的那个人 或者是我们后面一个人 我不确定 OK 现在这边已经有几个人了 你看这边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堆材料 然后那边还有两个人手里也拿着一堆东西 也许他们都是跟我们竞争的人 有可能 现在也挺紧张的 在德国申请房子真的像申请工作一样 你也准备很多材料 让她越了解我们越好 对 然后又觉得我们靠谱越好 是 因为德国特别是这些好城市 好房子特别少 一般都会很多人来抢 房东是有很大的这种自主权的 不过目前看来我觉得我俩应该是在这里竞争力比较大的吧 就是一对夫妻现在比较需要一个房子 但是比如说那个人 他是一个人来的 一般来说 房东比较喜欢一个人 觉得没有两个人那么乱 老楼里面并没有电梯 但是因为在二楼其实也还好 一进门就是一个很长的走廊 右手边依次是厨房 厕所 走到头就是客厅 客厅和卧室是连着的 窗外有郁郁葱葱的景象 很好看 这里是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门 厕所空间不是很大 比较狭长 但是也有浴缸 设施一定俱全 再往前走 是厨房 在图纸上来看 这里原来是一个单独的儿童房 厨房是设置在客厅里 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厨房放在这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厨房对我俩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也许之后可以考虑在这里工作 怎么样 我觉得房子非常好 我觉得有点出无意料 对啊 主要是他现在这么在装修 把那些东西都修得很细 对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 在爱情报告是这样的 在德国总是 虽然他们只是把他那个房子租出去 但是每一个人他就是搬走之后 必须得把那个房子完全装修 就是像新的一样 现在我们到这个后面花园看一下 然后你之后自行车可以停在这里 这边是可以搭垃圾的垃圾分类的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垃圾房 这边有一个小秋天 我们不能玩 我估计以后有小孩的话可以给小孩玩 这有一块小草坪 这个椅子 我估计以后可以坐在这吃吃饭 看看书什么应该可以 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松树 还好真的还好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好一些 我现在的感觉是来的这些人里 应该我们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而且你刚才跟那个房主 那个女孩也聊了好半天 对 一直在聊 对 你一直在给他留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讲我们现在住在哪儿 然后我们干嘛 然后你还给了他一摞东西 我发现其他那几个人好像都没做这些 而且那个单身那个男的看起来不太高兴 那个脸 但是后面又来了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也是一个人 我也是有点担心他 我觉得给的材料是我给的最好的 对啊 我没看见他们拿别的什么材料 我准备了好多一大堆东西 刚才他说是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消息 周五 昨晚周五 他说如果周五他没联系我们 我们就没通过 真的有点 很shaky 我现在手上都是汗 是 刚才最后来那个女生 从那个楼出来面带笑容 是 他看在特别高兴 会不会私底下已经租给他了 好担心啊 我也很担心 我们等周五吧 等周五他看他能不能给我们来电话 没事租不到的话 我们可以再找别的更好的房子 也许能遇到更好的呢 对 谁知道 嗯 再看看 再看看 对对对 好 今天先这样啊 好 拜拜 拜拜 后面租到租不到我都会告诉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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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